以下的節目指標及主持人之個人意見,並非等同公眾指標 觀眾有機會因觀賞品味有異,而產生期望落差 請自行參與坊間封平,作出適當期望管理 又到了和大家一起補私答劇的時間 這次要說的是ARRO 綠戰俠 已經很久沒跟大家說ARRO 原因是,我上次看是看到第17集 我是太生氣,然後我棄了劇 我這次純粹抽出結局看就算了 而我發現中間那幾集沒看,是完全沒分別的 其實整個第七季,你看完Oliver出監之後 再看聯動集ARRO 再看今次大結局,其實已經可以看完整個季了 整個季,看九集就已經可以了 這次要說的是第七季第22集 名字叫做You have saved this city 而今集也是今季的季中集 但對於我來說,我覺得已經是全劇中了 還有第八季,但其實你看完今集 你已經知道去第八季的方向是怎樣 以及為何Felicity不會在下季回歸的原因 還有,為何今季要刻意分成未來線和現在線 其實是有意思的 很多人都跟我說,這次ARRO的季中集 其實比Flash那個已經好看很多 而我看今集,我也是覺得其實今集很廢 因為它今季,整條關於Amico的故事是亂來的 即是我中間留了幾集都好 其實我都已經猜到劇情是怎樣走的 在今次這集,我發現Noro成為了TeamARRO的成員 而大家都在接手他 Roy就不知道在哪裡走回來 Curtis也不知道在哪裡走回來 而Amico應該是當年想害Robert Crean 間接令到那件尋船意外發生 從而令到Oi發變成現在的Green Nerval 他們也間接令Dante對塌了自己的媽媽 而未來線多了一個白頭髮的短頭髮的女生 Renee也轉向幫Mia那邊 而Archer的計劃,應該是像內地人工智能監控系統 這樣的一個未來世界 而他們的目的就是阻止Glaze被炸掉 我覺得我應該都猜中七成 而今集,也講到現在線、未來線 大家都想對TeamARRO如何解決當時的危機 我不是很想評論這部份劇情 因為真的悶到癡痕 Amico那條線是暖揪的 堂堂你Nife Circle的大哥 永遠只會跟別人說 你們是聽命於我,我是大哥 別人也跟別人說我要半變了 你也說你們不要忘記 你們是聽命於我,我才是大哥 那就糟糕了 然後前一刻就跟Oi發說 我真的,然後打完一場交車後就說 我對你不住啊,sorry啊 我真的不說了 總之,最後大家都save the city 就完結了今季的主線了 但為何今季ARRO的結局還是好看過The Flash呢 一來是The Flash的結局真的很垃圾 二來是因為今集最後的15分鐘 其實是一個脫離整季主線的劇情 而那段戲算是為了Crisis on Inferno Earth而設 以及某程度上是為了要結束Aero這套戲而設 那我是看到...我是看到哭了 他最後的15分鐘 他由未來的Felicity 就跟William Meir解釋 究竟當年Oliver發生了什麼事 這一刻開始 他之後就開始回帶回帶回到現在的線 由剛剛開始你見Oliver決定 好了,搞完這件事了 我不再做Green Arrow了 然後那個基地就只剩下Dickle Oliver和Felicity 這個原始的Team Arrow組合 然後他們三個在那裡聊天 最後Oliver就留在原地等整個基地關燈 那個要跟Aero說再見的感覺是很明顯的 而劇情之後就說到Oliver和Felicity 去到遠方避世 在一間小屋裡面就過著一些很平靜的日子 就等到Mia出生為止 然後就說Monitor就出現了 Monitor其實是Else World 原來的聯動集裡面的角色 話說當年,幾個月之前 Oliver就跟Monitor談判 去換回Berry和Cloud的命 其實Berry的命是不值得救的 而今集就終於公開了他們那時候的談判條件 就是Oliver成為全職員工 當宇宙有危機的時候 Oliver就要出差了 而那個出差是流放海外這一輩子都不會回來的那種出差 於是Oliver就要跟Felicity說再見了 而他們說的是這七季以來這一段Helicity的感情 無論你是否是Oliver的粉絲也好 但他們始終都是看著他們在劇中認識 說他們離離合合到最後他們真的在一起 結婚、生兒子 而且他們經常在一起出動 一個是打電腦、一個是拍攝 到現在他們真的要說再見 然後他們說我們如何互相感激對方 這種別離是真的感動的 而且其實是沒有人死的 你不像人家的光燈一樣 人家明明消失了 但下一幕都忘記了那個人的存在 而Oliver的理去 大家都知道他會是Infinity Earth的危機再出現 而Felicity不會再出現的原因 正正是因為他對Oliver的承諾 就是我要好好照顧Mia和William 下季看ERROR的時間線 應該會發生在Crisis on Infinity Earth之前那段日子 只有10集的長度 剛好撐到Crisis on Infinity Earth的 Crossover集數感到全劇中 換句話來說 其實今季的未來線作用 其實是一個不會讓時間旅行改變的現實 間接你也說了其實在20年後 Star City的命運 這一個是拼死了的 而且他們也說了 這20年來這個Velicity的命運 就是今次他們這個結局一別 大家分開就已經是20年 在20年裡面 Velicity終巡著Oliver的孤託 將Mia撫養成人 但是昔日情不變 懷念賠相思 根子親到別 傷痛穿腸斷 唯跳桿捨身 欲尋愛人魂 如果有什麼留言 歡迎在下面留下 還有記得LIKE & SUBSCRIBE BYE BYE